道路不平整到处看起来好像地面有断层一样 新庄明安西路一带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当地的里长表示 凹凸不平的路面只要遇到下雨天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产生积水的情况 机车主来不及反应担心发生交通意外 因此里长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早来规划改善 早日还给民众一个安全的通行环境 新庄明安西路一带有不少道路出现军列现象 当地里长指出 因为这条路段属于主要道路 每天来往车流量庞大 可见无形危险杀手近在身边 甚至这些坑坑洞洞的路面 一旦遇到下雨天 很容易产生积水的情形 机车主来不及反应很担心发生交通意外 我觉得民安西路因为车流量非常的大 公车很多 常常一下子就好几台公车会一起过来 但是路面常常有在挖 而且很不平整 所以这个路面造成有时候下雨天的时候 会有一些坑坑洞洞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基本上也会有点小积水 所以对于机车其实在行走的时候 其实有一定的危险 道路不平整 看起来好像断层地带一样 里长表示行经民安西路 大小车辆不断 光是同一条路面 却有多处地方清楚可见 不知道分几次在进行回填工作 造成行车安全亮红灯 里长提出改善诉求 这个问题我是很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尽量帮我们处理 在明安西路这个整条路上能够让它路面比较平整 然后施工品质能够好一点 相关单位能够帮我们整个明安西路做一些完整的规划 让整个行的安全跟品质能够好一点 针对路面改善问题 里长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妥善规划 有关于发包进行路面刨处重新铺设补油的工程 更要严格要求施工品质 早日还给民众一个安全的通行环境 记者红佑贤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